欢迎你们 欢迎我们的三位小伙伴 玉池林家 男后 谢依林 江泽宇老师 还好 节目开始了 我们来看信 来 快点 你养我老婆 我不愿意 我还要用港台枪 我说的不对 你纠正我 终于你可以纠正我们的口音了 你头一字有问题 依林小妹 导演跟我说 因为你的食欲 你的经纪人 每天都活在崩溃的边缘 但是我就很宣你这款 但是我 但是我 就很喜欢 就很宣你这款 宣 宣 看你吃东西那么香 我就觉得好性感 好下饭 但是我娶的这个老婆 撕冷淡 吃无能 一连你一个月的伙食费 够我老婆吃十年的 结婚七年来 她只靠少量的苹果和黄瓜来维持生命 连水都很少喝 更神奇的是 她根本不觉得饿 早上让她喝杯豆浆喝两口 对我说什么你招吗 啊 好饱哦 我这一天都吃不下饭了 她怀孕的时候 我每天提心吊胆啊 为了孩子的健康逼着她吃 结果她 她不吃还吐 可有的吃才有的吐啊 我老婆什么都没吃 她能吐出什么来的 我就好奇啊 我去看一看 哦 她吐出来是血 是血 我的神仙老婆已经丧失了吃饭的功能 帮爷爷 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就是帮自己哦 我老婆的存在是饮食业的灾难 客人都像她这个样子 你的小面馆很快就要倒闭了 这会说话 这人威胁 是吧 我就指着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寓师林家和谢依林 我就挣他们的钱吧 老婆 你究竟是人还是仙 到底能不能多吃一点东西 这就是我的苦恼了 啊 她这个 为什么是这个口音 潮汕人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一个电影 叫做方世玉 李连杰演的 还有个雷老虎 对 新方世玉讲话就是口音 伊德湖人啊 伊德湖人 伊德湖人 就是这个 她老婆说不吃东西是吧 不吃东西 水都不怎么喝 她老婆会不会是超超级模特 超模特西西空气而已 我们把这个雷老虎请出来看看 来 我们有请郭导者 伊德湖人 救我 嗨 各位好 你说 我来了 我是来自广州的陈武卿 广州 你老婆是不是超模 我是在广州定居 呃 家乡是潮汕 啊 美女是吧 哈哈 我问你老婆 是不是超模 不是 那她是 她是神仙 哦 不吃人家殃活吗 哎 你们结婚几年了 七年了 六年 那从结婚的时候她就这样了 啊 对 对 我当时还觉得我捡到便宜了 哎 神 我可以省很多钱啊 好养活吗 对啊 包括我们有时候去好一点的餐厅 那个很高大上的 生蒙海箱 那个服务员拿了厚厚的一叠菜单过来 小姐 你点菜 那一看 看到最后一页有粮菜部分的 麻烦给我一个排黄瓜 可以了 然后在服务员问 你既然只要吃排黄瓜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螃蟹 你看这么长时间干嘛 哈哈 哈哈 你一开始会不会觉得她只是在装 哎 在你面前装的一个好形象啊 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时候我也有打个问号啊 就是会不会她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吃东西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 就调查啊 跟踪 有时候去旅游 基本上二十小时都在一起了 她可能会离开我的视线的 就算洗澡这样 所以你认为她是去洗手间 找东西吃着吧 哈哈 这个可能 有这个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因为她吃的东西太少了 然后她上洗手间的频率 还有上洗手间的时间 都是残忍的 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就闪电班 她就出来了 闪电班出来了 所以这个偷吃的可能 基本上为零 奇怪吧 来 我们看看你老婆 谁是你老婆 大家好 我是巴依尔 是程伟琴的太太 对 他叫巴依尔 巴依尔 对 我可以方便看一下你站起来 有没有那种瘦到排骨的感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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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依尔是 蒙古族 蒙古族 我是新疆人 新疆人 蒙古族 对 新疆的蒙古族 对对 新疆的蒙古族 不瘦啊 对啊 体重多少 方便透露一下 106斤 那也可以啊 最近一次到医院 全身体检是什么时候 5月份 今天的5月份 报告上大夫跟你说 很正常 什么都正常 甚至什么都是正常的 包括我要健身 你还健身 要健身 这个我就不太能理解了 你要说就是奄奄一息地活着 吃点可以 你还健身 还上班生孩子 一点没耽误 你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你给我们描述你的正常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天 你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简单给我们说一下 一般的话是 如果我是早上的话 如果今天喝了豆浆的话 到第二天的话 我肯定吃苹果 中午我几乎都不吃 哇 来来来来 早晨是豆浆或者苹果 或者还不是and 是or 一个苹果加一个面包 那个面包你给我们比划一下 是这么大个的面包 没有没有 小面包 小孩子吃了那种小面包 我女儿有时候要吃一个 她买了 可能顺便就包 女儿 女儿 这是小餐包是不是 对对对 小餐包 茶餐厅上的那种小餐包 对对对 晚上再来两到三个苹果 一半的话晚上两个 又出三个苹果 因为苹果也要封品种嘛 什么时间 你吃个三到四个苹果 没有 我告诉你 更神奇的 她的苹果不是买来吃的 是买来闻的 她肚子饿了的时候 拿个苹果闻一闻 饱了 然后把苹果放在床头 我平时睡觉的时候 也会把我的苹果 放在我的床头 还冲上电呢 就是你这个餐饮的这个食谱 特别像那些 极具想要减肥的人 什么时间开始变成这样了 这个是 因为我是初中的时候 我特别胖 胖是140斤 胖到没人追我 胖到没人追啊 好奇怪哦 看我干嘛 然后你说胖的时候是 那个胸是从这里长的 特别大 而且有一次我躺到床上 磨到胯骨的那个骨头 我特别紧 原来我可以磨到骨头了 磨到胯的骨头 谁都能磨到 不是 就是说她原来很胖 原来是磨不到骨头 然后她经过一段时间的结石之后 她磨到骨头了 像依林 我们的女生一样 我感觉特别兴奋 我有骨头的 原来都是肉 我一般就摸一摸鼻梁 哎 我有骨头 我一般摸一摸牙齿 所以那时候人家说心里觉得 哎呀 很可怕 会不会男孩子会给我写个情调啊 也会好 结果只有人是给你写这句 那你都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 你看又结婚了 有孩子了 按照着这个压力已经没有了 怎么还长期吃苹果 你不觉得人生很寡淡吗 我觉得不会啊 我根本就不饿 我没有饿感 我没有饿感 不过我今天也早上到现在也没吃过 我没有饿啊 我不饿的话我干嘛要吃啊 因为好吃啊 我不觉得好吃啊 我觉得我对美食没兴趣啊 他是这样子啊 别人的觉得好吃的食物 他觉得是毒药 咱们先把一些食材搬上来 你给我们划了划来 究竟老婆平时吃多少 这里写了牌 那是第一天的全部的 就吃这么一点吗 一整天 一整天的 这是第二天大概吃这么多 第二天的 第三 加这个 一瓶酱 这个量大概不夸张地讲 可能养一只兔子 一天勉强够 还得是小兔子 不能是成年兔子 它都是水分 水分很快会排泄掉的 你别养口水了 早点来一只 要沾这个 怎么吃都好吃哦 我觉得啊 如果我们是一只猴子的话 我们在大森林里边 每天能搞到两个到三个苹果 也差不多了 你是厉害的猴子 我要真是只猴子 我宁可住在动物园 那么多游客给我吃的 但这就是关键的问题 因为人类它有一个发达的大脑 这大脑虽然就占这么一点点 但它消耗的氧气是全身的四分之一 消耗的糖分接近百分之三十 所以是不是不长脑子比较好一点 对 省省饭 叫我老婆 她每天的工作量是 就每天是很忙的 然后还要 动脑子 说话 对 所以这就很异常了 对对 毕竟是个活人啊 要长头发 要出汗 要肌肉 那我不长头发是不是能好点 也能省好多饭 你今天一天什么都没出头 要不要上来点 好啊 上去吃一点 到老公这儿来 来 对 你要不要沾这个这样吃看看 大家仔细注意看 她上台的这个步伐 是轻盈地跳跃着就来了 她的身体的能量还是很充足的 对 非常活泼 还有一个我也不怎么生病 我一年最多也是一次感冒 小感冒 这很重要 所以她体现出来是一个很正常 所以就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这个黄瓜 是她吃的第一样食物 有没有请专业的机构 做过类似于什么外星人之类的检测 卓明俊 她会不会在晚上夜里面 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一个人跑到阳台的顶楼 看着满天星空的某一个方向 他们那边来接她 你饿了就吃啊 这个不客气 已经吃饱了 已经吃饱了 吃饱了 这是你那根黄瓜 还剩一半是吧 对 没吃完 她吃半根 你今天一整天没吃东西 她老婆这个状态 就像某一种手机 充电五分钟通话两次 我发现人生是这样的 如果我饿了 我扛也能扛过去 我要一旦吃了个苹果 我会饿得更厉害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不吃那个苹果 我还能忍一会儿 你吃了那个苹果 寡的你啊 很多人会也跟我说过 也是想我的方法去减肥一下 三天就不行了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你有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做生意 比如说教别人怎么减肥有吗 你这个怎么教 对啊 她不饿 不饿了 你说来 你跟我学啊 你跟我学 不饿了 你教教我 你教教我 她会教你这样 好了 我跟你说 这个胃啊 就是被称大的 我们有时候吃多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无聊 我们要能每天做到 每天吃饭吃到是吧 你还饿不饿 我饿了 只要不饿了 可以 不要吃了 就不会变成谢依林这样 不 我们就 我们就绝对 绝对不会成为一个胖子的 我们就都好了 我觉得 这是不是她的烦恼吗 我现在就变得很痛苦耶 我觉得没事 挺好的 大家都很羡慕你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也不想她这样的一种情况 长期的维系下气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是因为老婆不吃饭 就直接影响了我饮食质量 你知道吧 就每天我也吃得很差 这个 她对此没有任何要求 这个倒是的 你想想看两口都晚上回来吃饭 弄一桌菜 媳妇在旁边弄个苹果 静静地看着你 完了之后我们吃饭 我跟你要吃饭就完了 她在旁边玩手机 就玩她了 就连餐台她都不会进 来 我们觉得现在可以投票了 如果找了老婆是这个状态 你们是不是能够认为 这个是一个苦恼 再拍一个 单价是不是很好吃 有这么高啊 啊 雨迟 这吓我一跳 为什么呀 我以为这个有个三四十 就了不得了这个 我觉得我赞成啊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早餐晚餐 对 早餐午餐晚餐吗 然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受 这样的快乐 我觉得超过一百票支持她的人 肯定都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人 像她这个样子呢 你不能就是常规体检了 找个营养科的一个什么 找个主任的找个专家 你把她好好的把你的情况都问一遍 那就是一个奇人意识啊 我们联络了专家 这个案例 从我们医学和营养学角度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昨天听说以后呢 也对她三天的那个膳食 做了一个营养素的这个测算 那么她的摄入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只是做一个推测 因为她本来是初中的时候可能挺胖的 然后她开始减肥 那么有没有可能引起了基因方面的一些变异 希望她能够到医院里面做一次体成分的这个检测 看看体内的脂肪和受体组织的分布情况 到底怎么样 就是她的摄入跟正常摄入 她的那个表格 蛋白质 普通人55克 她是4.5克 十分之一 都不到 能量 她需要373 普通人1800 你是一个奇迹 真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检测一下刚才那个专家说的那些部分 如果说能够知道是哪个基因发生 发生的变异 告诉我一下 我去把它变异 我已经变了 弄成一个样子 对对对 你去听医生的 他说现在没毛病 不意味着过十年八年 他没有身体上的一些隐患 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老公也是担心你这个事 我可能要慢慢改吧 但是的话我觉得 你让我一下子吃很多东西 那是不太可能的 对 你不用吃很多 就按照大夫说的去查一下吧 来一下 好 谢谢 那就这样 好 好 谢谢 谢谢 老公坐上护脑王的位置 好 谢谢各位 恭喜你获得了海天豪豆酱送出的 消除烦恼大礼包 来 再看 第二篇信 你是我老公 对 有的人呢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路过了 可一旦你路过我老公的世界 甭管谁 你就是他的生事之交啊 为了朋友 家里变宾馆 每天各种朋友来投奔 一住就是大半个月 咚咚咚 哥 快开门啊 我可想死你了 来了 老婆 我朋友来了 赶紧把那个卧室收拾一下 今天晚上咱俩睡沙发 哎呀 哥 你太客气了 别急啊 还有小亲戚 你快 这是我媳妇也来了 这是我小姨子 大舅子 这是我岳父岳母 还有我姑父 还有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人是我谁 反正也是我亲戚 我们待一个月就走好不好 前脚刚冲走 后脚马上又跟来一波 简直是引狼入室 朋友他要管 朋友他老婆 他也要管 怎么管 医院看遍了 他们都没怀上孩子 一到我家住 哎呀 厉害了我的哥呀 愣着怀上了 他那朋友也不着急 他张罗着陪着做产检 我呢 我也怀着呢 我挺着肚子 这一个人跟家办货 欲哭无泪呀 哎呦 朋友缺钱 找得要 逢借必给 不打欠条 不催不问 哥 我缺钱了 红包拿去 别提还啊 伤感情 哎 哥 我家装修缺人手 找我就对了 别急啊 我先去辞个纸 然后安心帮你 哇哦 他就这样把他的工作给辞了 帮朋友去打了三个月夹剧 孟爷爷啊 我是你十年的脑残粉 我最爱就是你那一档节目 叫《非常灵距离》的 你一定要帮我 就是这么写的啊 《非常灵距离》 有一个灵距离 你们知道吧 南京灵距离 他把《非常了得》和《灵距离》 给裹一块了 我像他这种说的这个事啊 就是朋友是他一切 鸡婆 就是觉得世界上 什么都可以没有 没爹没妈 没老婆没孩子都可以 不能没有朋友 就没有仗义 他就宁愿去死 这种状态呢 从十七八到二十七八 这个阶段比较多 再岁度大点的这个病子 他就自己好了 他人总要长大的嘛 对不对 来 我们请说这个孔教授 看一看 这么可怕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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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孟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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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一无极东北人 我叫刘鹤 我叫刘鹤 文刀流 鹤立即逊的鹤 你老公多大 我老公三十有六了 啊 那个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是一个大概范畴 对 这就跟人说 女孩青春期大概差不多 十二三岁来 那她也有十五六岁的嘛 对不对 也有到现在还没来的 她 她有那个稍微晚一点早一点 真的保不齐对吧 对啊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的话 我算了啊 零九 十六年零九得多少来 七年 七年 不对吧 对 哦 对对对 这你别问我 我比你还差 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啊 我在义乌 小商品名贯世界全球 对 哦 穆大哥 吓了我一跳 穆大哥 我想跟你说 我从电视外面 爬到电视里面找你用了十一年 而且还是踩着我老公 一步步走过来的 踩着老公私底过来的 对 所以她就故意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找了一个有问题的老公 哈哈哈哈 这样 姐 你就是有苦恼没苦恼 没苦恼的话 你合个影就赶紧下 我有苦恼 我太苦恼了 我没 刚才你心里边说了有个故事 还有俩朋友 两口子在你们家住 一个月 这两个夫妻结婚八年了 然后全都检查过 偏方也检查过 就是没怀孕 然后呢 在我们家待了一个月左右 然后就有好消息了 这事不一外传 这要一传出去 人家消停不了了 那 但凡那个什么结婚 好多年没怀上的 也不上什么医院了 直接奔你们家去了 哈哈哈哈 我也想好嘛 一住不走了 主要他住我住沙发 我住的腰酸病痛 他住的西安里的 住的期间呢 我妈妈从东北老家也过来了 我妈当天来的时候 她就问我 那个发小的老婆就问我妈 说阿姨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听我就火来了 有病吗你 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 我亲妈来 你问我亲妈哪天走 然后我就发飙了 四个字扫地出门 那你们家断过客人吗 她的发小 她的同学 她的战友都来遍了 现在再来的 都是群带关系了 我今天来就做好准备了 第一个就是看一下 做好什么准备 看我一眼就走 不不不不不 我要对我老公进行 碾牙式的投诉 碾牙式的投诉 是的 那个你老公是谁 是几个 来 你 我想问一下 你媳妇说的这些事 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有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 她说的是有这个事 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老婆怀孕了 我说真的假的 她说你带她去看一下 然后我俩是发小吗 我说现在可以 你看她的那个反应 你出去吧 她打电话你说一遍 我老婆怀孕了 她说真的假的 我在想 我要一个朋友跟我打电话 说我老婆怀孕了 我说你跟我说 有什么跟我什么关系 说到了怀孕的这个事情 我越想越生气 当时我也怀孕了 挺鹅大肚子 然后一天到晚的忙 她这个发小的岳父岳母 她们都没时间陪她去媳妇 你干啥陪她媳妇去产检 你干啥陪她媳妇去产检呢 谁的呀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媳妇说的这些 她周围的这七八个亲戚 当时也在一屋是吗 在 是有人可以陪着去的对吗 可以这么说 她妈妈在 哇 这朋友帮忙啊 我跟你说 真的得慎重 我很多年前 在做那个临距离的时候 嗯 非常临距离 我采访了一个 妇产科的一个护士长 我的一个同事 我来跟我说 飞哥 跟你商量个事 能不能帮忙 我说不是你说 她说我老婆啊 有个闺蜜 怀孕了 我说哎 我说我们刚刚 护士长我采访的 说我答 对对我也看了 能不能麻烦你 跟他们联系一下 一个熟人嘛 好一点介绍 我说哎没问题没问题 我就给她打电话 你打到复展哥 说孟老师找我有事 我说对 我说跟你说 帮个忙啊 有个女的怀孕了 我说是我一个同事的 老婆的闺蜜 她一听 孟老师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 我们不问那么多 我说这不对啊这话 我说你听懂了吗 真的是我同事 我说我得跟你说清楚 这是我同事 哎呀 我们不问这些事 你放心好了 这件事情像一块大石头 压在我心里好多年 所以呢 这就是帮忙 你可以想想多可怕 像你老公 就是属于任何帮忙 他都不会拒绝的 做什么产检呢 这些事 检期待就是他来 不过说他对发想说 来 期待你在剪 好嘞 他跟发想两个人 拿得像剪彩一样 两个人一块 笑好兄弟 一辈子 一剪 一剪 郭大哥 我能不能宣告一下主权呢 对 不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 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 不孕不育的 婆媳矛盾 都给我老公打电话来哭 你现在可以对着镜头 你先把你的诉求都说 对 我 我想跟电视机前面的 哥哥嫂子弟妹什么说一下 老公是私人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以前 自古 自古就是我的 自古就是我的 我不是真大度 我是庄大度 你要是把我这个素材 都给我掀翻了 我够你喝一壶的 你看 真的是 你上次把那个怀孕呢 扫地出门 您做了什么 有没有跟老婆发标 他不是把你那个 我俩吵架了 你跟他吵架 我俩吵架了那天 被你媳妇扫地出门这几天 在外面住 这个费用是你出的 我出的 是我出的 他来的这些朋友 不包括住在外面宾馆的 单独住在我们家 30多人次 按单人单次算的话 360天 你们家要不开个旅馆 可惜了 别人都是五星级的 我们家是五陪级的 得陪吃 陪住 陪玩 陪考察 还得陪笑 就是口碑 口碑好 对 用户体验都说好 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大名还是 我给他起点爱诚 你两个多说一遍 大名叫李海涛 李海涛 小名 小名叫李泡泡 李泡泡 就你们这个圈里边 江湖流传的地屋那边 有个李泡泡 炮哥 厉害 人仗义 凡是谁家有一个接不开锅 有点什么难事 上李泡泡下去 管吃管住管喝管缠检 有困难找炮哥 炮哥不行了 你老公要红了 这样子的行为有几种 可能一个是你很热爱这些朋友 你享受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或者是你就是不会拒绝 其实你也没那么想 你也觉得有点烦 你是哪一种 我把兄弟放到第一位了 你看 我感觉兄弟最大 兄弟最大 刚才我说的吧 积极主动的造这些念 他要享受一个江湖的好名声 我相信不会是所有你的朋友战友 跟你打电话 说炮哥 我要去一屋一趟 是不是你主动说 来住我家 你住我家里 住我家里 不不不 我订了酒店 住外边干什么 瞧不起我 有没有这么说话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是的 他演得特别生动 外边都能住吗 住家里不行吗 住家里多好啊 瞧不上我这儿是吧 你觉得哥这个地儿不行 不行是不是 不行你来这儿 你别见我 我无所谓 你别见我 非常像 就是这种状态 很自然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人家订的五星期酒店总统套房 闲在那儿 难受得要命 跟他们家住 但是兄弟在家里边 不让你的亲人住进去 比方说你的丈母娘 那你觉得这种行为过分吗 你会不会气愤 不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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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有私人的事情要做 不 他的逻辑是 如果这样说 那肯定有人家的理由 哎 便宜太好赞了 但是我感觉吃亏是福吗 但是我能看清楚一个人 也不用吃这么饱 哈哈 讲一个最简单的事 这么招待你的天下的朋友 这么热情的消耗自己的资产来对待他们 你钱上面亏不亏 亏 亏 钱 朋友 他也赚就有了 朋友肯定是比钱要大 嗯 真是个朋友 他是比钱大 那不是他朋友 他把他朋友当儿子了我看 嗯 养了一帮 养了一帮朋友儿子 养了一帮养老 还差不多吧 你的那些儿子跟你借钱吗 有 借一般都多少 从几万到几千都有 最多你觉得大概有多 现在技术有三十多万吧 三十多万吧 哇 还了多少 没还 没还 没有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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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有这么个朋友我也不还 我要玩我是啥呢 你知道 你知道抽了三十多万 我不知道 你知道多少啊 我在想 你挺多也就个五万 来来来 你等会儿啊 你没有什么高血压这毛病吧 来我们看大屏 我们看大屏 来来来你给他捋一捋 还给我降血压 这都是他付款的 这都一千一千不是事儿 还有一部分都是没有条的 不是转的 真心话大哥 这么养儿子 儿子一定会养成垃圾的 借这么多钱 有还过一分吗 有 有几笔还了 有 还了我有六七万吧 三十几万还了六七万 没有 现在还完了以后 还剩三十几万没还给我 这个意思 还剩三十几万没还 就是说一共借出去小四十万 你这回报率还是不错的 江教授你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你用你那S光眼睛帮我看看 我老公脑袋里到底有多少水 还是我这眼神到底有多香 张云借了钱 没有还 不还 再找你借 还借吗 还借吗 借 哎呀 我最多的一个人借他的八次 最多的一个人借他的八次 八次 你们那个手都不宽裕的 待会儿跟这大哥留个围线 都不会拒绝的 王周的老公 你带你老婆去体检的时候 能不能烧上这个宝宝一块去查一下 让他买个单 他说他老婆检查完的时候 让他买个单 把体检费给 不会拒绝的 我现在没钱了 都借出去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 真的 你比那江教授还厉害 江教授那眼睛是X光 你那是显微镜啊 你是不是谁穷你找谁啊 刚才一开始呢 我们觉得呢 他可能是有点仗义 这个呢戏有点过了 后来现在发现他不是 不是 他就是陷入了这么一种 他给自己营造的那种社会角色当中 对 他在扮演这个社会角色 江湖炮哥 没说完我也得卖了呢 你要能卖得出来 那不能卖得出来 那不能卖得了 他就马上消失了 你看 就这个头脑 他不可能有三个亿 对 我告诉你 就像你这么得瑟 你躲到天涯海角 包括南极州在内 像你这样 到哪儿都不会缺朋友的 哎 遍地是儿子 企鹅都会给他借钱 真的是 企鹅说 我又怀了俩蛋 你陪我去产典看看 真的吗 其实我不是说那种 不讲道理的人 你来可以 你没有毛病 我们看得很清楚 你没有毛病 大家都看得出来 都是他 你老公有毛病 你借的话可以 你说你哪天还 我再有钱 我也不是大风寡来的 我不是富二代 我是跟你一起白手喜家的 我告诉你 借钱和帮衬朋友是两回事 有借就有还 借钱有借钱的规矩 对这个社会 有法律 有道德 有人际交往的一般原则 我是特别感谢孟大哥 让你知道你们家 有40多晚出去了 真的 我要不然当死 我都不知道有这笔账呢 当死 你藏得太深了 你是地下工作者吗 他的诗迹 我觉得应该上2016年 感动四大 对 对 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你说大家好 大家好 来 再来一遍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好好说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不是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016感动四大 任务评选全新出炉 获奖的有 李泡泡 李泡泡 来自浙江义乌的李泡泡 她的事迹感动了亿万中国人 现在所有家里边有困难的 都踏上了去义乌的路上 结婚多年不孕的也去了 创业缺资金的也去了 也去了 家里边碰到个灾亚难 卖不过坎的也去了 媳妇有什么话要说 杨哥 这些有证据的 10天之内 赶紧给我还上来 别让我一个一个点名 我的情商是挺低 但你别低估我的智商 没有 这个 查了之后我跟艾哥打电话 要脸的话 就赶紧给我挥挥来 我一定要不怕 我自己打 我自己要 不用你要 我自己需要 我们截止15个工作日子 下午5点半 如果没有到账 休怪老娘翻脸 你组结特别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我是仁义 仁义你当我傻 就是 给你方便你当随便 真的是 你再说一遍 给你方便你当随便 哎呀 他 给你脸你不要脸 给脸不要脸 真是给脸不用脸 要不然你再来一句 给你头发你不要头发 我这么说 说句狠话 真要是养这么一群儿子 这些儿子也是败家子 嗯 你也养不好 这都不懂事儿 对 你确立它是你好发小 和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呀 他给你做过什么 他也帮过我 比如说 扶你过马路 过年发个短信 过年好 还是转发的 你这个症状呢 就不能叫仗义了 真的 你这个是有点 障碍 中度以上的缺心呀 而且我跟你说 有自尊的人 生活有困难 困难过了之后 是会还钱的 套着来的 我们也很难也是 也不容易 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那你 你为什么我不问你得跑 你朋友借钱呢 我怎么没去你朋友家住一天呢 再回去 你就去他家住就行 自己去 我还不去 自己去 家这个东西 是一个资人的空间 对 大夏天的我穿 我穿得少 你让他们看你高兴啊 你看你老婆说的 特别朴素的一个一句话 家是一个有隐私的地方 是一个不能谁都来的地方 朋友吃吃喝喝玩乐 都上外边去 一栋把人往家领 吃饭都少见 你还一栋领朋友上家睡 一睡还不如一天两天 人哪得自爱 你好意思去跟人 这么添麻烦吗 我也想问这个 你干不干得了 我干不了 你睡一个月 我干不了 你干不了 他就干得了 所以网上有一句话 咱们不要怕对朋友说不 那些好意思为难我们的 都不是什么好的人 你太好了 真的是 你还有什么更震撼的事 跟你老婆说一下吗 我跟你说难得来一次 一次把她下个够 对 你别过两天回家 又被发现点什么事 你把你干过那些做死的事 今天就在这一次说完 还有投资 投资 我说不敢听 我也不敢 借钱都是40万期 投资 投资 投了多少 投了有 有 有一百万吗 一百万吗 一百万吗 一百万加上前面那四十多万 一百四十多万出现了 我觉得她心里边有一团火烧的 她是实在难耐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那个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对对对 来看看啊 和朋友开办信贷公司 和朋友开办视频厂 她能想得起来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我想说一下这视频厂的事 这个事真的把我气疯了 刚开始大家说好了 你投十万我投十万 结果这一年多下来了 钱都赔钱了不说 她在她自己赔钱的地方 她把她朋友投在那十万个钱 还给人家了 大哥你是不是有病啊 把所有欠的钱都背在自己身上了 让朋友全身而退 这个钱都是我们俩辛辛苦苦挣出来的 老公 老公我请教一个问题 知道多少苦 如果说这个厂当时已经值100万了 你的朋友要退 你给他多少钱 给他一半 50万还是10万 50万 50万 他明白 那你现在这个厂赔呢 不值20万 你为什么要给他10万呢 朋友啊 他都不知道 他那个朋友 你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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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朋友的妈妈跟我说 说这你配不上我 然后说那朋友 他媳妇配不上他 然后你说那是啥意思呢 我都没敢跟你说 他还想撬你媳妇呢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吧 我刚知道 我刚知道 这算认清了一个朋友了 他可能觉得 他要叫我媳妇 可能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起码在审美上 我们是一致的嘛 他认清了一个朋友 无非是有好朋友跟坏朋友 但都还是朋友 再说你老公把得唱了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很美好 很美好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期节目 整个这个演播 正能量 正能量都在激荡 我们会在春晚的进行曲当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没有 搞错了 老师 放在过年播 海天黄豆酱向全国人民拜年 我心里边喜气洋洋的 孟大哥 我还想跟你说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真的是 我以前吧 就是挺忙的 我也就是看看四大名著 但是他前一段认识个朋友 说的就是要开个舞馆 现在这个舞馆弄得 把我给套牢了 我连看四大名著的时间都没有了 他一定那个舞馆背后有一个朋友 对 他一定有个机遇 那个舞馆是不是跟朋友开的 你说实话 对 你看看 投了多少钱 20多万了 20多万 他那朋友是个经纪人 然后认识也没多久 说现在就两个东西挣钱 一个是卫商 一个是培训 然后他说 那一听就是骗子 我都不想往下听 开业了没有 那个舞馆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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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同事去他那去探访 然后还去舞馆里边说去拍摄 进去想拍一下 发现里边有两个小孩 一人拿把剑 自己在这瞎耍 你知道吗 特别刺激 你以前知道老公有点缺心眼 但不知道程度 对不对 不知道程度这么深 你这个离大哥的标准很远 你连你媳妇都搞不定 你媳妇兴生这么多月的 往家一坐 朋友来了 你有本事 你让你媳妇在那端茶倒水 特别开心 比你还殷勤 那你算大哥 嗯 你做得到吗 真的 真的 我估计你老公能创下一个 能创下一个记录 同行这个女士 认为她的痛苦 能够成立的安一 你不能全安一啊 我这一排全是一 大家猛按 把她按到布 以后把电池换好 你看又有五个没电的 是不是 要跟你们过 我要把那五个人抓出来 那个 来 你发表一下换奖感言 是不是觉得今天的观众 这一届观众都不行 特别自私 没素质 冷血 不是 其实我 这次来那个四大名府 这次来那个四大名府 四大名处 没发尽了 没有 我一看这个195这个数字 我就得不晕了 我心中有一船火 烧得我实在难难 非常厉害 没有 孟爷爷 那个数字实在太高了 这证明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你反思一下吧 大哥 这么多人 大家的看法对你是一致的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带人街舞 与人相交 有一些值得修正的 有 什么毛病 来 说来听听 我感觉我这个 有可能太重 太重那个兄弟的情意了 你这是在夸自己的是吧 我这个人的毛病 就是太仗义了 我这个人就是太善良了 你跟我说你朋友圈里多少人 有两万没有 微信 微信 我两个微信号有6000多吧 微信朋友圈里多少人 那大哥我告诉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就是要去卖面膜 微信上开始卖面膜有客群 你确定搞得清都是谁是吧 有一部分不知道的 夏哥你在做公众哈 虽然 虽然他不知道是谁 但是只要哪一天 那个来着说 炮哥 我要到义务 来 上家住 你把它变成600 你们家的钱就能保住不少 那个以前对我有其他想法 来把它清出去 但是首先我得把钱要回来 你终于想到你们家钱还要回来了 对啊 你说这事啊 你只要别拦着你媳妇就可以了 我看你媳妇那个样的霸气 她 不要再拖后腿了 对对对 你不要扯她后腿 要回来 钱都要回来 我一开始吧就是个小女人 是她以及她这儿子的姨 一步步把我逼出来 实事造英雄 母月叉 母月叉不至于吧 游磨嘛 大哥 我做了一首诗 这十几年了 我就喜欢过两个男人 一个就是我老公 被套牢了现在我 另一个就是喜欢的你 我把你俩全做进去了 理性的极致是智慧 感性的极致是慈悲 男人的极致是孟非 傻瓜的极致是泡泡 真的是 我认为你喜欢的两个男人 反差太大 我当时看《非诚勉距离》 那时候我就想 没有那个节目 他也没有那个节目 有一个节目叫 南京《非诚勉距离》 有一个节目叫《非诚勉距离》 有一个节目叫《非诚勉距离》 没有那个节目 我是看你的 所以节目对我而言不重要 这话我爱听 你上那边了 你没事了 你没事了 去体检 检查完了把那个账单 寄给那个炮哥 让他奶奶一下 以后你们两口子 检查完了去义乌玩 不用 不用到旅馆 上他们家住去 你上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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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位啊 今年夏天去义乌玩一趟 对 谢谢大家 孟大哥 你能包我一下吗 我想让你包我一下 你要干嘛 我想让你包我一下 没事吧 没事 11年了 我得问问 我得问问 谢谢 我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个节目再录下去 就是粉丝见面会 恭喜你获得了海天黄豆酱 送出的消除烦恼大礼包 炮哥 我要泡泡 我要泡泡 来 看下一条 我是你老公 大家好 我是个无助的女人 因为我嫁给一个会说饭的 会说话的饭桶 什么会说饭的话桶 会说饭的话桶 会说饭的话桶 我嫁给一个会说 饭的话桶 会说话的饭桶 我们的婚姻一个吃字就能盖瓜 恋爱使她柔情似水 如今只有看到毛肚肥肠 和小龙虾的时候才会出现 和她逛街她眼神幻散 就像一头饥饿的野猪 生活中她唯一的运动就是动嘴 整个身体不断的膨胀 躺在床上就像一块扣肉 然后躺在蒸笼里 这个描述我的天哪 像一个扣肉扣在碗里是吧 最油腻的描述 更让我生气的是 她自己馋就算了 还教坏我们五岁的儿子 儿子 谁 上学吃到没关系 谁 快 吃了这碗炒手 谁 儿子 作业不做没关系 谁 走 我们去吃火锅 有一天幼儿园老师 着急地给我打电话说 管管你儿子吧 他现在天天在幼儿园 给其他的小朋友推荐火锅店 我拦都拦不住了 他整天白天到处吃 晚上偷偷吃 没钱 借钱吃 请向炮哥借 吃完还要吃 最近他更料下工作不管 说要开餐馆 妈呀 你这简直是为自己 盖一座猪圈哪 求求大家帮我堵住 他的嘴巴吧 这个心里面最好的一句就是 吃火锅没钱跟炮哥借 对 管吃管住 管生孩子 这期节目一播 很多人在自己的行程计划里面 都会加上义乌这一项 这会不会带动义乌的旅游 但是他完全带动不了 义乌的酒店衣 对 都住他家了 对 来 我们有请哭道者 来 慢点走 慢点 脚步走 脚步走稳定点 来 没事 重庆的 重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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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你重庆手来 没带点什么吃的呀 你好意思吗 你这样够仗义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 我叫雷娇 雷娇 雷娇 雷娇娃的娇 对 就是那个娇 跟打雷劈的雷 对 我今天呢 我刚刚只要是要来控诉我的老公 因为他不光是吃带着我儿子吃 现在咱们不是那个政策放宽了吗 我说那我们就生个二胎吧 他不让 你老公干什么工作的呀 他之前一直是做那个销售嘛 现在呢 然后现在比较荒废了 现在完全不可能销售了 对 只能增肥了 对 他不想再销售了 没法销售 他现在还上不上班你跟我说 几乎不上了 就自己开了一个这样的店 因为在店里琢磨 挣钱吗 在时我没有看到回款 缺资金吗 好棒 找一个义务的合伙人 有这个意向 我们有这个意向 来来来来 这样 就别找了 就在那坐 一看就看到了 俩小胖子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薛阳 好可爱嘛 他长得有点像过年 都是贴在门上的棉花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 就跟猪剑一样的 能讲出这么两个 而且他像那个 像日本的那个画里边 什么服务会里边 对对对 像服务是吗 对对对 像心有为门的 他们那些人 老公 你是从小就是这体型 还是说有一个变化的周期 突然觉得 哎 我不能再这么瘦下去了 我这么瘦下去 班里的女同学 没有一个喜欢我的 我竟然摸到虎头了 以前没这么胖的 以前可能就大概160的样子 哎 然后这几年吧 就疯狂地吃起来了吧 他现在是太能吃了 从早上起来 连吃面他都得选地方 嗯 早上带着儿子 不上学的去选地方 选面馆 第一家不好吃换 先吃一家不好吃 再换一家 对 赶紧换 换完了等吃完第二家了 哎 觉得还行 孩子吃完送上学 那你上课迟到啊 对啊 老师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老师就说 那你以后还是你送吧 天天迟到 你看看他儿子和他老公弄在一块儿 相依在一起 非常甜蜜的样子 我儿子现在就是在学校 老师其实也挺 对他也比较有小意见 在他的平时的活动当中 可能会碰到其他的小朋友 就会造成 比如说做操的时候 把小朋友打得流鼻血了 对啊 我跟你讲 那个跟体型过于巨大 没关系 就是故意的 哎 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 我儿子现在六岁半 现在已经是88斤了 我才98斤 天哪 他像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估计以后 就跟我老公是一样的 我老公现在已经是211了 然后他现在不光是自己开店 总是要带着儿子 一直去外面吃 吃火锅 我儿子已经这样进了两次医院了 进了两次医院了 那个时候还小四岁多 然后直到半夜12点回来 孩子睡 睡着了 睡到四点了 孩子突然起来肚疼 疼得在床上板 没办法了呀弄到医院去 医生就说孩子肯定是吃了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然后我老公在旁边还一直说 哎呀 这有什么嘛 一个男孩子 多吃两次就好了 老公 你是不是找到了 吃里面的快乐 反正我觉得有吃的就很舒服 没吃的就难受 没吃的就难受 来 我们看一条短片 吃货的世界 不是每一个人都懂的 在我们吃货的眼里 美食就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每一种食物 我们看到有吃涩 闻到的是香 吃在嘴里面 是幸福 一位合格的吃货 既能享受高档的餐厅 也能走街串巷地 寻找各种不同的苍蝇馆子 早上吃一碗地道的小面 中午再炒上几个江湖菜 晚上再约上几个朋友 我要吃面条 这一天就算没摆过 最好小爷在高尔烧烤 蒸蒸皮 他都把死了 毛肚的脆 油肉的嫩 少粉的滑 再加上鲜香的老花 我也要吃火锅 共产享受每一道食物 就是对美食最大的尊重 这片子最后一句 不会是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吧 吃的多了 然后慢慢自己回会做 既能满足我自己 又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让别人也体会到 美食带来的幸福 宅吃后烟烈 增生宅死 唯悲死不可补福 我得先说一句 这个是同事们告诉我的 吃美食的时候 一般都会拍一个 咽口水的镜头 对不对 我们的摄像拍了大概有30分钟 真拍不着 看不见脖子 来 我们上菜 上菜 音乐 音乐 音乐都不一样了 哇 音乐上的感觉 我的妈呀 天哪 完了今天全是吃货呀 哎呀 这有什么 辣子鸡 对啊 对啊 姑娘 这个才叫食物 你那是个傻 来来来 两个胖子快来 他们来还有咱们的话 可不可以请两个人来 把我工作人员先带走 把经纪人带走是吧 把Emily拖走 我跟你说 你老公兄比你都大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你懂吗 哈哈哈哈 哎呀 没有背点我的啤酒啊 啤酒啤酒赶快 你的小酿呢 哎 谢谢 来儿子 那个儿子我问你 你是喜欢吃火锅 还是喜欢吃烧烤 火锅 火锅是吧 这是笋 哦 不是 鲜子 这是什么鲜子 你看看那个油汪起来的那种 天天这么吃一瓶吗 这个是我自家的那个泡菜 我自己做的泡菜 然后炒的 没有 这个尖椒鸡就有一点问题了 一个是辣椒不好 第二个是那个鸡肉 肉质不好 质地不好 鸡肉像你那样吃 没有一个家庭养得起你 他吃鸡 回来要吃农村的土鸡 特地要让朋友去农村给他抓 等一只鸡要等时间 不是 不是 你们土鸡都是直接下农村 抓一只就跑是吗 不是 花钱买 其实我不是那种 什么都吃的那种 我爱是比较挑的 对吃的东西 对 他做的那些菜 我基本上就没办法吃 说实话呢 我觉得吃过你老公做的菜 我觉得还可以 自己爱吃 然后还琢磨着做 还开了店 能挣钱 爱吃不是问题 对 如果你同时开始做运动 把每天摄入的能量 跟消耗的能量 达成一个平衡的话 我觉得没有人会挑你的问题 对 现在才30 已经有脂肪肝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以后指不定什么毛病呢 脂肪肝我也有 但我是因为熬夜 你熬夜吗 我也熬啊 你不熬夜 哪里吃得到那么好的夜宵 对不对 对啊 就是 我晚上五十二点 一点都带他出去吃宵夜的 有时候 我儿子上一次带出去 还喝醉了呢 就是因为他带出去吃宵夜 他唱歌 他喝酒 他就吃东西 喝酒 小孩不要喝酒 小孩喝酒伤脑子 长不好 听见没 听见没 那是不是票哥小时候喝太多 不是据说吃肉 我们到孟爷爷店里去吃面吧 他一个人都可以吃个两碗 没问题 我吃一碗都有点咸多 但是对于他六岁半八十八斤 我是偏胖 好胖 他太胖了 他瘦过吗 他也瘦以前都没有这么胖 你瘦过吗 我瘦过 我瘦过 你看这是他三岁多 快四岁的时候 肯定是以前你虐待他 这亲生的 这亲生的 虐待 不可能 你看这后来就 你看就慢慢的你看 慢慢的 哈哈哈哈 后来就一步一步 就把孩子弄成这样 现在就变轮胎了 你能不能去代言米其林轮胎啊 好吃 好了 你不要吃了 茄子非常好吃 哎呦 茄子 非常好吃 我一看那个茄子 我就恨不得来两碗米饭 哎 我就说一句话就没了 还还有一块 你要不要 你不要 还要半块 我觉得我是来错地方了嘛 小胖子 你也爱吃是吧 你以后长大了 想不想体型跟你爸一样 不想 你想 你想 他就想说当然不想 我现在就一样了 我干嘛长大才一样 哈哈哈哈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以后如果长得体型跟你爸一样 泡妞有困难 想过 想过 那我想不想 想怎么样 没事 没事 哎 不要阻止孩子说实话 稍微放弃克制一点美食 有很多漂亮女孩喜欢你 你愿意做哪个选择 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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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女孩和吃里边 你选女孩 是吧 我支持你的正义行为 哎 说明你的爱好 跟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你爸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了 我现在也一样一样 我没觉得你对我有什么兴趣啊 你是说的 我就在吃东西的时候 然后对了没趣 但是我吃完了以后 还是会回来找你啊 吃饱了 还是 对啊 你吃饱了 我睡了 有用吗 睡了再起来呗 起来 你老婆说了 生了二胎 就解放了 对 你爱干嘛干嘛 要不然你辛苦一下 把这事完了之后 你再慢慢吃 对 没吃的心里面难受啊 不是 现在是怀不上还是怎么办 你要是怀不上 你去趟义务啊 是吧 这又什么难呢 那就只有去趟找泡泡哥了 你们来一下都成朋友了 以后留个微信啊 好 已经留了 已经留了 又不用花钱 对对对 还陪你老婆去体检 你去吃饭 主要是问题是 你包括我穿什么 你看什么 你都觉得我是 我像个菜什么的之类的 你也不行呀 我去试裙子 她说我长得像小白菜 我觉得你像一个骷髅 你觉得你妈长得像骷髅是吧 你想找一个很肥腻的女朋友是吧 你以后想不想找一个像扣肉一般的女朋友 这根本就不算烦恼 我跟你说过了 你还算烦恼吗 你就看看你自己这个肚子 我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知道吗 有什么问题啊 那你有本事躺着睡觉 我看看 躺着睡觉 你躺不下去吗 你躺不下去吗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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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睡觉什么意思 谁睡觉不躺着 躺不下去 因为他后背全是肉 他基本上都是男儿子暂时一样 爸爸怎么睡觉 你爸每天都这么睡啊 对 我儿子经常被吓着 他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坐在那 基本上他睡觉 可能大半个月是坐着的 还有就是在沙发上 拿个垫子垫着 所以说跟他 同床都是一个问题现在 来来来 那个小胖 你躺一个 我们看看 来 我们给你那个海天黄豆酱 给你躺一下 我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知道吗 灵活的胖子 知道吗 哎 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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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了 我看看 手放下来 我跟你说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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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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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这还不叫问题啊 你不能让他这样躺着 他会导致压迫呼吸 对 但是我也去问过医生 像他这样坐着 对他的腿是很不利的 当然了 因为他的肚子太大了 没洗滑了 他的腿已经被压迫了 对 一般就侧身睡 用手举着那个 你是说这样子吗 来来来 对 你这个姿势就是那个 这个小胖睡觉 就是卧佛寺里面 这个卧佛的姿势 是吧 就是依林演的那个 这么撑着 对对对 这么睡觉舒服一点 这样舒服是吧 我在想 就是你老公 现在对你不太感兴趣 对 片子里呢 又说他对吃非常感兴趣 对 我想知道这个转变是 是有一个什么时间点吗 他没有特定的时间点 就是孩子越来越大了 以前是因为没人陪着他 现在他就是总带着孩子 找到了吃的小伙伴 对 他让你生儿子 就是为了找个人陪他吃 我估计可能是 说实话 兄弟 你对吃的这个欲望 和消耗的精力 时间确实 比正常的值要高很多 就是各种美食都想尝试 就小时候那种吃的过程 对 那你可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这个症状 跟炮哥享受当大哥的这个症状 有点像 麻痹自己完全 不计成本 只要自己爽了 其他人无所谓 尤其是老婆孩子无所谓 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能有一点这 这方面的因素吧 OK 你们俩因为这个事 是不是发生过 比较激烈的冲突 吵过架吗 吵过 吵过 吵得凶吗 凶 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不想理你老婆了 有过 你阻碍了我吃这件事 那我还能跟你生二胎 想的太美了 你这次来你想达到的 诉求是什么 我们吃了你们家的东西 这个也 不好意思说他坏话 对 对 问他才对 我没有福 你肯定没有意见 没有问题有什么意见 你肯定没有意见到你 没有 然后我就是希望呢 他要稍微地减一下肥 既然媳妇这么希望你瘦一瘦 你有没有做出一些什么努力啊 我也去健身房锻炼了嘛 你主动去的吗 主动去过 他被拿刀子逼过去 然后一个礼拜 可能去个两三次吧那种 那挺多的 那不是一个礼拜两三次 你真的 真的 你再说实话我看看 一个月可能两三次吧 真的 你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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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去两三次和不去是一样的 你问他 对 问题是他一个月都去不了一两次 我也觉得是 人家他的私教都不认识他 卡办了他不去 你说这样欺不欺人 来 我们先让父子俩先回到那个位置 是这样的 他减肥还不到要去健身房的程度 对 他只需要把他嘴管住 他立刻就下来了 那个他做不到啊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他就是做不到 现在我就很苦恼的是这个问题 卑鄙也没用 利幼你有没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 你连人都去诱惑了 都没有用 你说这还能有啥有用 没有 没用 没有吧 不理他呢 不管他 没有用 我要是不理他的话 他照样的自己在客厅去带着儿子 他在想 他说他要说 我回娘家了 我不带着儿子 他说太好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说我想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妥协一下 其实没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你现在能想到的 在他们家漫长的回当中 你现在能想到的 全想过 我真的 我能想到的我都用到了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你们结婚得有七年了吧 七年 你们结婚几年了 七年了 七年 七年都是七年的 七年都是七年七年 第一个七年 七年人没吃饭 这边七年把家里边 造了一百多万 你们家七年造秀了两个胖子 都没闲着 那个 那我们再试另外一个方式 八眼 你能不能跟我们的重庆小哥说一说 其实吃东西是一个多么难受的事 是啊 我刚刚也在问他 我说你这么胖 你不难受吗 你吃那么多 他是还好 我看他觉得我 他觉得你才难受 他觉得你才难受 对吗 哇 这个人怎么这么胖 而且他胖的话 而且他的肚子 腰这一块是相当粗 可能是有某些的痛苦还是不够 对 他这个话说的 我觉得有道理的 对 因为大家都说 你们都说不健康 但是他现在并没有发现 这种放纵的后果 已经来到眼前 而且非常可怕 没感觉到 对 就是说那些嘴硬的 都是可怕的事情 没有到眼前 嘴一个比一个硬 一旦通知料理后事了 说你这不行了 要很多事 得拜托邻居老王了 只有危机 已经到眼前了 他才可能 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现在把麦 给到你左边这个大哥 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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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他 浩哥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 加没加微信 加了 是不是你朋友 朋友 朋友 是 朋友有难怎么办 全力以赴 抱他 浩哥 你现在抱抱他 我劝他还是去我那武馆里 锻炼锻炼锻炼 先减肥吧 去义无注意这儿是吧 去武馆里锻炼锻炼锻炼 去义无二胎武馆都解决了就 可以 炮哥比阿拉斯丁神灯更厉害 我可以帮助你这个问题 没问题的 那个 嫂子你记着点钱得收 免费还是收钱的呀 免费去吧 免费啊免费免费 哎呦 哎呦 140 180 140 小酥炮哥 非常准 小胖子兄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反正今天你们听你们这么说以后 还是以后少吃点吧 为家人啊 为老婆啊 为孩子都多考虑一下 好 来 加油 好好开 祝你们家的幸福啊 好 谢谢 恭喜你获得了海天黄豆酱 送出的消除烦恼大礼包 谢谢收看今天的四大民众 下期同学时间 拜拜 拜拜 谢谢